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景之深 如造之行 故约之景形 他的军事地位极高 这一点秦始皇非常明白 实施车通轨制作的时候 果断地把景形这段路就纳路迟到 成为中国最早的六条国道里重要的一段 这就是秦皇古一道 也是国内仅存的车通轨历史的实物作证 先天的地理屏障 加上后天的交通优势 使得景形成为战略要充 秦末汉初 韩信率三万汉军 抵抗二十万赵军 兵力悬殊 但是韩信呢 却在景形口一带 背水列阵 切断后路 激发起汉军 求生的本能 奋力拼杀 又派一小队摸到赵军阵地 换上汉军的旗帜 掏了赵军的老窝 一时间赵军乱作一团 全军覆没 这就是韩信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驻民战 主战场在景形 又被称为景形之战 至今景形一带还流传着韩信的故事 但是作为第一批千年独献 景形的亮眼还有很多 历史文化名山苍延山 飞跨绝壁之间的桥楼殿 是我国三大悬公寺之一 堪称古剑一绝 瑜伽石头村 大梁江 吕家村 等众多的原生态古村路 是我国首个传统村落保护区 天长镇保存着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 陶瓷水镇 景形摇移址 烧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代 是河北四大名谣之一 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景形还有景形烂画 南张景老虎火 陶林平 花莲社 景形禁剧 等等 一大批国家级飞舞之花遗产 如今一条风景不化的太行天路 串联起景形的好山好水好生活 吃车前往 你会发现 这是一次对历史的探险 更是一次通往心灵深处的旅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